来 我看一下 匪夷所思现在已经成真 韦中 你怎么看 这两个世界狂人突然间见面了 在这个时候到底要干什么 谁主动邀请了 还是金正恩说 哎呀 已经称帝了 来送个贺礼 来 这个新闻你怎么看 金正恩通过开框刀中 包括了现在第一夫人也都非常吸睛 带着李学祖见到了习近平 来 韦中怎么看 不得不成他们作为一个小国 在东北亚这么复杂的局势里面 他的外交的主动性 因为他永和之后 其实极其之灵活 那这个毫无疑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金正恩见面之后 有一种声音就是说 你看中国其实还是非常重要 他在对北韩的影响是屹立不遥 其实我的解读其实是另外的解读 当金正恩他的是有步骤 他第一时间是先见了文在寅 跟文在寅就说两韩之间的对谈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马上就释出 当然透过南韩也透过他自己的这个系统 释出要跟川普见面 那这两个动作下去之后 最紧张其实就是两个国家 最第一个是日本 所以日本一直在急着就是说 日本方面也跟美国讲说 你们要谈我们欢迎 但是你们的谈判桌上要有日方的要求 日本开了四五个条件 但是美方就说你等等 就是日本特别的要求 还是被割制的 那中国也很担心 你可以看到中国一直在宣传媒体 一直说我们不会被边缘化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很担心被边缘化 所以本来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是金正恩要主动去见的 可是今天新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是习近平邀金正恩 也就是说对于习来讲 他不会愿意见到 他在川普之后见到金正恩 所以他当然是希望确保 这个所谓中朝之间血盟的关系 也要告诉大家说我还有影响力 所以见了目的是为了这个 为了证明他还有他还可以出牌 所以他马上接下来 今天新的讯息就是说 他派杨洁篪要去见 要去韩国通报 到底他们中朝之间谈了什么 也就是说要告诉全世界说 在这个东北亚这个六方的这个棋局里面 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重要性 可是韩国媒体也讲得非常有趣 前阵子这个 因为两韩对谈之后 韩国派了他的清瓦台的国安 国家安保室的市长去北京 见北京的高官 告诉他说我们到底跟韩国讲 跟朝鲜讲了什么 听说这个还特别延长时间到四个小时 就说对于中国来讲 他很想知道金正恩到底想玩什么牌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对于金正恩来讲 他就是要悠游自得 在这个用他的核武器 我坦白讲 我到现在不认为他一定会真的 会走向无核化 所以他今天去北京讲说 他们要落实无核化 是 半导无核化 我这样讲了 他们的讲法 北韩一直讲法都说 无核化是我们的疑讯 可是 你没有去实践 从来没有实践过 到底谈什么 这背后的战略 来 这个管地图怎么看来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阶段 根本不会被边缘化 那这次也的确是习近平邀请他去的 那其实大家应该从过去 抗美援朝开始 到底中国跟朝鲜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它有一条铁路 是两边来往 鸭鲁江下面就是一条铁路 这所有的资源运到朝鲜去 是很通畅的 那中国又把 又做了一条大桥 这条大桥非常的巨大 就是朝鲜到大陆去 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在丹东这个地方 朝鲜人是可以到那边去工作的 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美国人一直在南韩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造成两边的对立 然后这样的情况 能够解决北韩的这个 朝鲜的这个核子的问题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个小胖胖 也蛮可爱的 但是他很聪明 他也很狡猾 我就弄几个核弹给你 我说我是半岛无核化 我坚持半岛无核化 我就搞几个核弹 给你美国人紧张 有没有效 的确有效了 过去美国是绝对不跟 给他施压跟恐吓的国家来谈判的 现在谈不谈 绝对谈 美国人有没有办法直接解决 没办法 美国人其实在所有的场合 所有的机会都会讲过一句话 中国人对于朝鲜的问题 是有责任的 所以中国绝对没有被边缘化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中国在这个时候 它可以展现它的实力 你外界都制裁它的时候 我给你温暖的手 你需要的资源 你要什么天然气 要什么油 飞机的燃料油 要什么食物 我全部可以给你 而且各位晓得 这个韩国人喜欢吃泡菜 那有一阵子缺那个大白菜 你知道就是由中国去生产大白菜 然后提供给朝鲜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过去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但是中国真的 习近平在见了金胖子 金正恩的同时 有透露出可能被边缘化的恐惧吗 我想请教姚老师 姚老师长期从2014 关心在观察整个首都大选 当然2014他扮演柯文哲竞选总部 总干事很重要的角色 这一场大选 真的有可能走向柯文哲被边缘化吗 刚刚杨伟中特别提到 很显然民进党中央 看到最近几个事件 不管他跟名嘴开战 不管在传统平台当中 他骂蓝绿 哎呀 这call in节目 都是蓝绿政治人物 拿钱去买的啦 40岁以下的人 根本都不看电视 你骂我两个位 没效啦 我的民调还是很高 这都是抠文者这段时间 他的一个措辞 包括强拆公投盟的帐篷 而且台北市政府 在这个动作上周五之后 昨天也向八百壮士 画面上你所看到 立法院另外一个八百壮士的阵营 发出拆除通知书 今天建管处怎么说呢 他说八百壮士这个帐篷 核准设置期限 23号到期 依规定英语届满 三天内 四拆 现在超过三天 要随时进场来拆除 来 柯文哲说 垃圾不分蓝绿 昨天 这个张写耀说 垃圾就垃圾 还分什么蓝绿 垃圾有颜色吗 现在我们想了解是 你的执行公权力 有分蓝绿吗 打毒给捅看 真的是选票考量吗 民调真的可能会下滑的趋势 正在进行吗 杨老师怎么看 就是因为他的被认为的口头禅 要凸显他在蓝绿中间的白色力量 所以他这一次拆帐篷 应该很明显的 先拆了独派的公投盟 再来他比较偏蓝的八百壮士 应该也再一次的凸显这个状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也必须说 他至少在插帐篷这件事情上 是蛮中立的 导演没有偏颇 先问一个 来进一段广告 杨老师告诉我们 民调你觉得有可能会持续滑吗 下跌吗 当然 当然什么 当然会有线波动的 波动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到我们现场 Granial将近晚上十点钟 你看我从开矿的画面里头 因为影像曝光了 军理来迎兵 并且习近平会见了金正恩的画面 今天透过了新华社第一时间政治之后 画面一一曝光 但是呢 在我们国内 月上头条新闻 画面曝光 是一个不可思议 蔡英文总统的官邸 五十公尺之外 随后竟然清枪的过程当中 可以发生雾击 这是宪兵上尉 说熬夜 打电动 精神不济 清枪走火了 刚刚天主大哥告诉我们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但是刚刚黄伟翰告诉我们 机关号 介于二号跟三号们之间呢 这是去年2017 发生这个雾极事件 结果十年前 这个地方也曾经发生有开枪事件 这是在2007 还有往前呢 今天伟翰告诉我们是1997 同样一个地方 也发生这个事件 类似的一个雾极事件 这是很邪门吗 连续三个十年 为什么都发生这个事件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国家元首的安全 这些随护人员 为什么都呈现 那么就这么动 那么就性骚扰 或者是连轻枪都不会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挡子弹呢 非常张看的画面 我们等一下 张成大哥来告诉我们 看到这是辽宁号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 真的是前所未有 因为率领有40艘的舰艇 南海大秀鸡肉吗 这是在目前为止 从路透社 根据卫星画面的独家报道 中国在这一周出动 至少有40艘海军舰艇 跟辽宁号航空母舰 在海南岛外的南海区域 它以行列编队航行 大秀军事实力 这些卫星画面 由星球实验室公司提供 证实中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确实已经进入南海 重要的一个贸易航道 那么解放军 海军先前曾经说 这是例行性的 年度演习当中 实战演练的一个部分 但是根据张成所看到 这样的阵容 是前所未见的 好 来我想请教 稍后张大哥 帮我们进行解析 因为辽宁号航母 上一周才刚刚穿越台湾海峡 回到首都大战 姚老师您说 柯文哲的民调 可能会继续下跌 为什么 对啊 它会有波动 我刚刚特别说掉 这个下跌到什么程度 我是不敢说 可是最近的确 我们听说过 有一些民进党的民调 显示好像 他们叫做敌销我掌 就敌销的意思 就是柯P当作对手 来做比较对比式民调 跟民进党跟国民党 那国民党的听手中应该也有起色 民进党大概也有一点起色 可是双方当然还有差距了 那因为原来柯文哲领先的幅度非常大 那现在原来领先大概二十几%的话 现在大概只剩下十几%了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它有两个在我来看了 第一个就是 当然我先要先说明了 柯文哲你刚才前面所问到的问题 他会不会被边缘化 柯文哲在这一次台北选举 绝对不会边缘化 这个是也因为他这个中心议题 不是因为他会秀或者他会演 而是因为所有参选的人都拿他做目标 蓝的跟绿的都没有对阵 丁守中不会跟姚文志对口 然后将来的不管争招的 或者如何假设有任何人 他不会去攻击丁守中 大家全部围绕着丁守柯文哲 你看他现在宣布参选的几个无党派的人 绿营的蓝营的现在都还在初选 我先不说 我就拿无党无派的 苏焕智他说了很明白我的对手 我只对柯文哲我不讲蓝 他甚至于也不见得批绿 他因为他本身有绿的背景 然后他就批科 他已经多次批科 像今天他又批科一次 那像另外一位昆批 我想来到我们这里两次 他在这里都表示得很清楚 我意的就是要把柯P拉下台 就这样子的概念了 他至于说谁当选对他来讲 他当然自己当选最好 谁当选对他来讲 不可能说 可是他是针对柯P 绿营如果将来有候选人 大概应该概念也是如此的 因为柯P会抢绿的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柯P恐怕有一个地方失算 失算 就是他觉得可以在 他这么聪明怎么会失算呢 那我当然不知道 我觉得 我刚刚说了 我也觉得 我的用的字应该很保守的 我说可能失算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我失算 他没有失算 我说可能失算 我是没有亲自问过他了 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 他是不是这样想 如果这样想 我觉得他就有可能失算 因为他要获得 人差公投盟 搞不好很多蓝营人士 票真的就来了 这个当然 我现在就不想说 当然一定会有 可是会不会得到蓝营的选票的 异助来弥补 比如说他在这里独派 失掉很杂实的选票 那是杂实 这边失去 这边得的 这边至少要得到一些回馈 有一些人或者中间 偏蓝的 这个我就稍微有点保留 因为蓝营的候选人 虽然没有产生 可是基本上 他们要离弃蓝 投到柯身上 那恐怕不是 他现在这个表现 能够得到的 当然如果他回过头来 做更大幅度的 欺蓝的动作 更大动作 比如说他对于反年改 反军改 表达同情 看样子也没有 他也没有 他如果对这一部分 军工教 你现在一讲 他下个礼拜开始 我不知道 我只是做假设 他仍然把你当幕僚 我仍然做这样 你是现在在帮他献策 没有 完全没有 我是存 因为做了这个位置上 就是评论 就是客观的观察 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可能会有的结果 我是这样子观察 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评算 因为我知道他的幕僚 曾经有这样子的思考过 那他是不是这样评估 所以我应该得到一些 所以我的民调 为什么不掉 我就跟你谈 尤其第二点我要说的 就是他这个算错以后 他另外 他拿传统媒体做对象 全面性的分 来对抗 这个不是很智慧的一个做法 这个也会影响到 他一部分的支持度 因为你没有必要把传统媒体 就做电视 他说四十岁以下的观众 根本没有人看 没有人在看我们这种传统电视 请问一下那些网红 你们评论 你不看我们 那你怎么评论 我也好奇啊 对不对 我也好奇啊 对不对 我也好奇了 这些节目是政党花钱做的 这些都是 你说我们call in节目 都是政治人物花钱来做的 你想想看 这个我们连回都不必回 我们应该去告他 这种夸大的事 你告他他又成功了 不过尹老师我问你 有一个跟你有关的 你讲这个 来看一下那个收据 你说你有看到 说五百万的文宣 现在台北市政府说 这是不实指控 说你说话 请问一下 你再想一下 他如果是柯P这样说 我就找证人了 你就找证人 因为不是我一个人 发言人刘毅廷说 这是不实指控 可以你这个看到吗 你叫刘毅廷 去叫柯P出来说 就说大额的 也有可能 你看到是这种 因为我另外一台 五百万 我说得很清楚 有可能是 两百五十 两百五十 可是有两张 两百五十的夹在一起 因为可能是用 回文震案什么夹在一起 一样是这种 免佑统一发票收据 对不对 这样不要这样 OK 比这个大张一点 大张的 这收据他们都这样子 都一样 可是我 还是说因为要付传票 因为我看过 我也确定 否则我不会讲 可是我手上没有 所以我就不多讲 因为我看过 我说我看过就看过 那我也可以找人 证实他也看过 所以 而且那个人也是科办的 所以除了你看过 这是有其他人看过 有人看过 这种百万 没有同一方的手续 所以柯P要说 我就要说是两百五 还是 就是两百五一张 两张加五百 那这样子的概念 如果柯P出来否认 我就把这个人找出来 真的 那刘逸廷否认不算 他根本不懂 是不是 他连自己技术也没塞掉 他为什么 刘逸廷不懂事 他说 你们都是不识指控 他有什么能力 或者资格来讲 账单或者科办的事情 因为他根本没有处理过 他也没有任何的能力 他如果叫柯P出来否认 那就不一样了 那我就找证人 因为我唯一有保 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说 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那个账单不会在 我手上 可是我看过的东西 然后我也知道 这个证人有来上我们节目吗 最近 没有 那就是科办的 一般的 管财务的人 管财务的人 他有看过 你有跟他打电话说 必要时要他现身来证明 你没有说谎吗 我不会 我不会打电话给他说明 我也没有给他打电话 那你有做这个 如果柯文哲出来否认 因为现在 我看监察院所秀出来的 你不要替我担心 你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替柯文哲担心 他 其实我并不想多说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个大额是怎么回事 大回大额 可是我看过这样子的单剧 柯文哲本人没有否认过 这很简单的道理 他要否认 我就找跟我一起看过的人 严重的是 你讲有四五张 可能就两百五张 所以我说我在别台 我说过 大家一直在讲强调的五百万 我再说一遍 我都说过 我看过非常大额的 可能是两张 两百五变成五百的 也有可能 或者一张五百 这个两百五跟五百没差 但是这已经是正常的 就是说我有非常大额 就是数百万大额的这种票子 四张 上面写文献 他上文献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不要 因为我如果真的要秀 我就自己做 可能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知道这种五百万 是很荒唐的 我举我的例子 我去比如说 我烫头发剪头发的时候 那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美容院 那比如说 我三个月要报账一次的时候 因为公司有补助 那每一次因为都 两三千块 两三千块 三个月报账的时候 就可能会变成是两万块 我就说 那我就一张收据去报 你知道这个老板 美容院老板娘 特别拜托我 我说小军不能这样报 你还是要一张 两三千块 两三千块 因为他们是被规范 因为营业额 不能超过二十万 如果说短短一张就两三万 那它一定会被查损 因为是不符合规定 那现在呢 你讲 你说 他有拿一叠钱给你嘛 你没有收嘛 对 那个当然是 事实嘛 事实嘛 我也说了 那个我以为 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用拿钱的给我 据说现在那一叠 可能是五十万 因为另外一个 拿五十万的 那个人说有收 那拿给你没有收 这都柯文哲讲的 那另外就是 有好几张 就是可能是两张 两百万变成五百万 就两百五十 才是五百嘛 或是五百嘛 否则不会是五百 我讲五百的意思 就是说 它有大额的五百万 或者一千万的 总额的 那一单一刚才 我们今天要去了解真相 张好大哥特地 帮我们从监察院调资料 有这些金额 请问一下 有没有账 有没有申报 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你的监察院 你后来看到什么样的资料 监察院账是这样分 它如果说 它是我们现在调出来 这个是政治现金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看到会计本 它是一个非常厚的一本 那个不会在监察院 那个不会在监察院 那我意思说 因为里头包括我们刚刚VCR看到 有去会见财团的部分 到底哪些企业财团有捐给它 里头有看到顶星 看到远东吗 有没有 因为柯市长的盈利事业的捐赠 收入是860万 那总共有146个厂商 就是公司法人来捐给它 所以其实每一间平均 捐给它的金额是不多的 就大概6万左右快 6万左右 当然有一笔是比较大 100万 其他都是5 6万左右的 但我是觉得 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质疑说 它到底有没有跟点心 跟徐旭东等人见过面 其实我觉得这样 当然你跟企业家见面 其实我们不能说 因为你跟企业家见面 我就把你打成 不是必要的罪恶 不是吗 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检验的是说 柯P你讲话 有没有从头到尾 都是讲同一个版本 其实这个我们才是最重 我们在意的是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说 我就跟某某人见过面 但你不能因为我跟他见过面 你就帮我打成问号 因为那个也不是枪击要犯 那是企业家 所以无论你喜不喜欢他 那总是一个 好 一个生意人 对不对 好 但我们要检验柯P的事 他其实要回答 他回答的标准 其实就只有一种 哪一种 就是当初在2014年 他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大家质疑他MG149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想杨老师对这件事情 再熟悉不过了 把所有的收支 他都把它贴在墙壁上 一条一条 他就说明清楚 我觉得金钱的 只要说清楚 对每一个政治任务都很重要 特别是对柯P来讲 他在这场选举里面 他也应该要非常慎重以对 我觉得方法就是 回到他MG149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杨老师不是 他觉得是讲话是有凭有据的 那这么重大的一个开支 如果只是用两张 免开统一发票的收据 然后250加250 那当然我不能讲说 这一定不好 或者这里面有什么 有不可靠的秘密 但是总是要说清楚 你有过厂商这样子跟你申请的吗 开一张的收据 你有过吗 你也选举好几次 我不可能这样申请 你不可能这样申请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身上好几张 那我们不知道这是里面内部 做的账 或者是真正的去承报的账 我不知道 所以到底是内部只是要一个自己看的 或是真的呈现给外面 那我们这样的所有的疑问 其实就是柯P 或者是柯P授权的人 出来一个一个说清楚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因为他现在 他不只是一个要连任的候选 他是一个首都的市长 那刚刚小军主持人提到说 那民进党会不会推出自己人选 其实你从整个一个脉络的发展看起来 特别是我们的超盘手 红耀福的整个脉络看起来 我敢这样讲 就是说有没有那个人选我不知道 他有脉络吗 有脉络 我没有看到什么脉络 有吗 耀福他是非常冷静的人 他现在绝对不会用他的情绪 来面对这场选举 包括我们所有 我相信党中央高层的人 都不会用情绪 说喜不喜欢 或讨不讨厌柯文哲 来处理这场选举 他们是冷静的来看待这场选举 但是我所讲的脉络 你看从一开始 其实我们对柯P 无论讲什么党中 其实对他也不会太多的批评 但是慢慢的开始 红耀福讲说 柯P对民进党的价值跟情感 太不了解了 也包括陈局市长 我们在那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对柯文哲所讲的一些话 也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红耀福他又讲说 选举除了胜败以外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价值 要去彰显出来 然后大家又看到最近 耀福跟林喜耀 他还有黄成果 三个人去跟唐凤来见面 他跟唐凤见面 绝对不是在聊网路 说你们网路要怎么发达 绝对不是聊网路 他们聊的 当然是跟选举有关 但至于都聊到多深入 那我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是跟选举有关 你肯定了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现在的发展 就是说我们把要推出自己的人选 列为首要目标 但是会不会有这个人我不知道 列为首要目标 我认为但会不会有这个人 这个形式现在已经改变了 列为首要目标 这是我是从这个外面的局势来判断 但是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人我不知道 但是把找人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得出他动作是积极的 当然也许会自己说 那民进党你就是执政党 你要彰显你的价值 无论怎么样你就要推出 其实这个是 这是两难 我不想这是两难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从一开始 前半年开始我就一直想说 我是支持推出自己人选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两难 你们担心国民党败部复活 2018国民党活过来之后 加上两个太阳 现在一只太阳 这个太阳又获得习大大的加持是助力了 活过来之后2020可能就没细唱 是不是这样 很担心 所以 我昨天在讲 说你们担心 担心国民党败部 昨天担心国民党败部 昨天讲一个说 三只小猪 遇到去找这个火凤凰 来对付这个大野狼 唐凤 姚老师说 唐凤 素 白 政治素人 是有一战的一个机会 可是民进党都没有讲 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势里头 要怕急 不知道什么时候将军 难道民进党真的很不担心 你的旗子越来越少吗 我不知道现在政治跟社会氛围 是不是都流行这样 回避不正面答复的 管中民也这样 侯友宜也这样子 然后柯P也这样子 难怪今天脸书有人大力推进 管中民出来选台北市场 跟柯P两个对打 反正两个都回避 你都不讲真话 刚刚我在听姚老师婚讯的时候 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 很纳闷 是我们所有人都失算 不是姚老师失算或柯P算 如果按照他跟连胜文对打 连胜文的基本盘 国民党的六十几万 他大赢二十五万 他这三年只要照这个模式走的话 他年代不就成功了吗 他讲暗门 吃西瓜欢景 他不要这些选票 不要八十五万人了 然后去 你应该说我一定要换 我要打着利器 扛着利器 缓利器 一定要 有人这样子在选举的吗 对 你明明好好的三年好好做 你的政治先进可以解释 你就解释清楚 他不能解释就是解释不清楚 前面马英九政治先进有解释清楚吗 没有啊 政治先进问题 他为什么要回避不愿讲 他知道这个问题很大 新票案大家也看到了啊 现在台中那个卢秀燕的政治先进也在这吵得会会痒痒啊 你那个一打开来吵不完的啦 他不跟你吵 那现在我们要问的 可是公开透明是他的招牌 小秀我现在就想了解的 那三年你好好做利盈继续支持你 不是85万票 你坐在那里已经85万的 男人就是丁锁中在天仲英才 二十几年选市长 有什么用啊 他为什么不要 他为什么要去打独派 拆公投门 然后在那里讥笑你们利盈的 然后让你们来反弹 绝对有他的目的用意 他到底在做给谁看啊 所以你说扛着利器打利器 他的脉络蛮清楚 一路上骂小英 一路上骂民进场专业 爱经得成绩他都骂完了啦 来那个管长 下周五啊 决定你的命运 请问一下你到时候 也会不会接受 像今天杨立环提出的控告 我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初选 因为桃园 陈学生在出现的过程中 杨立环觉得说 怎么跟他所了解的不太一样 刚刚伟中说 柯文哲的民调在下滑当中 请问一下 那强棒侯友宜 跟你之间的民调 我只知道在比较客观的一个民调单位 跟另外有其他的民调单位做 我跟侯友宜的民调是非常接近 我只能这样透露 非常的接近 只有一家吗 不只一家 有两家 多接近 非常接近 在误差范围之内 这是大新闻 我现在不要讲这些 其他节目大家都有讲过 有些人都有讲过 我不要讲哪个单位来 但是我的确有得到这样的讯息 我要讲的一件事就说 我们其实在上一次党中央的协调过程当中 我们就三个人都讲 是我提议的 只有胜选的那个人 不管民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都要接受民调的结果 赢的那个人代表国民党出来 其他人都不托党参选 当然侯友宜那天没有参加 是派谢震达做代表 但是我提出来之后 大家基本上在会议里面都做了这个记录 所以我相信不会有讨厌的这种状况 我现在回头再讲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根本就在玩声东及西 第二个 他把你们所有的媒体通通骂光 可以被收买的 所以告诉大家讲说 媒体所报道的你们都不要信 再接下来还讲一件事 就是说选举 他讲的就是抹黑 所以你们大家不要听抹黑 所以这些事情我可以不回答 因为是选举都抹黑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其实是在玩这一招 让大家都觉得说 我不回应不说清楚是应该的 另外我在看 他其实选美国的川普 选美国的川普 川普就是跟媒体对党 你这个话好像是陈长文在讲管中民 陈长文说管中民不回应不解讯 是正确 我先不讲了 我再讲一下 高度 我再讲一下 我再讲一下柯文哲跟民进党 我的看法是这样 民进党其实也在看 这个局到底打到最后 会不会让国民党被打趴 还是出不来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考量 第二个考量就是说 民进党实在忍受不了柯P了 你的确忍受不了 民进党的基层也好 所有的人都忍受不了柯P的 你随便就出个招 你今天打毒也好 你今天去跟上海做示好也好 你所有的态度 跟我们民进党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不一样的 民进党还要忍忍多久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三分天下 民进党能不能赢 这个中间是有它的危机的 有可能性变成 说不定国民党就赢了 但我要回头再来看 国民党的策略 我觉得国民党的确应该要改策略了 国民党首都有策略吗 我觉得没有策略 这么多人参选 新北也没有策略 我觉得你看看民进党 我现在回头来讲 你看民进党策略 就是总统征召 主席征召 对不对 你再吵 吵到最后 我跟大家协商好了 我都决定好了 我就定于一尊 我就决定谁来打 这个才叫有弹性 有灵活 那现在变成 国民党在这个里面 就算三足鼎立 我们也是属于比较弱的 挨打那个部分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造势 而且我觉得 民进党在这个时候 非常棒 那为什么你们没有造势 为什么刚刚说 国民党的民调起来 你们有做什么事吗 为什么 那你的首都民调起来 我来讲 首都民调起来 就是因为柯P自己闯的祸 他自己没有办法 去交代清楚 而且我觉得 大家现在要问的 两件事 一件事 如果负面的攻击 对柯P会不会有影响 从我们过去的选举 只要有负面 你绝对说不清楚 你绝对会影响你的民调 第二个正面 到底柯文哲市长 在这几年 哪里有什么建设 正经 就是说你现在讲的正面 大家一定从负面 跟正面来做建议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他跑到台中去看 林嘉龙的柳川 我现在更好笑 更好笑 因为台北市有个柳公郡 你都没有整治 你跟黑龙江源都没有整治 但是你跑到台中 去看那个300多公尺 那个柳川 我觉得更是一个笑话 因为我在做现场 我整治五条沟曲 新庄的中港大牌 就2.4公里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们都不会拿出来做炫耀 你知道那个中职委 台南那个立法委 王定宇怎么解释吗 他说他会去台中找林嘉龙 同样套句 刘老师讲 他是精心计算官的 他说他算过 民进党的中常委里头 政国会连线有几席 新潮流有几席 那不知道 英派有几席 到了中职委 王定宇说 现在的中职委 当然蔡英文在征召之前 经过协商 到中职委 如果还是征召柯文哲 他说中职委 有三分之二席 是say no的 民进党的中职委 然后他认为去拜会林嘉龙 完全都是为了 他去拉拢 当然是拉拢 可是我觉得 我现在倒觉得 柯文哲 因为现在是个局势 而且面对到这么多的挑战 我觉得他希望 所有参选人越多越好 第二个他需要掌声 我觉得现在他变得 我整个看起来 我就觉得 人越多给他掌声越多 他会越需要 因为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 他自己绝对了解 他的民调会往下降 他也绝对了解 民进党有可能会提名 所以我觉得 他面对到这些压力的时候 是他的EQ 跟他的IQ在对抗 他的EQ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影响到他IQ的决定 所以你不要认为 现在他的智障有多高 我其实现在在看 柯文哲其实手脚有点乱 表面上笑嘻嘻 甚至笑容可惧 他内心是慌乱的 你看他面对媒体 他不回答 走出来那个局势 就跟过去的心情是不一样 你说他笑容可惧 你看他都是苦笑 都是苦笑 那OK 好 我们继续来分析 我请教的是张大哥 从我们看到路透社 根据这个卫星画面的独家报道 怎么看 因为中国在这个礼拜出动 至少40艘海军舰艇 跟辽宁号航空母舰 在海南岛外的南海区域 以这一种编队航行 大秀他的军事实力 这个独家画面这样的行动 来 张大哥怎么看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事情的背景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发生在 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之后 对 的一个动作 是 在这个动作之后 其实辽宁号曾在东海 先做过一次演练 然后才南下 就上礼拜经过台湾海峡 到了南海去 那我们先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刚刚你提到 卫星照片 那这张照片对我来讲 叫做展示 因为没有海军在运作的时候 是两路的军舰 排得这么整齐的 所以这个是个展示 这么大阵仗 这是空前的 的确是第一次 我为什么从这边谈起呢 是因为 这一个这么大一个舰队的组成 是解放军的南海舰队 东海舰队跟北海舰队 混合编程的一个舰队 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演练 叫补给演练 他们故意把 那个这个舰队 是这个空前最大的一个舰队 放得比较靠南海 南端的一个地方 然后实施补给训练 因为他靠的比较南端的地方 所以他这一次呢 也刻意地 就冲击到所谓的贸易航道 那这个他一直在看 美国的反应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补给训练的背后目的是什么呢 他准备要什么时候出第一岛链 到北海里面做演练 那这一次的演练 就是这一个演练的一个前奏 我们看看同时间 在昨天就是3月27号 从关中地区 就是大陆的关中地区呢 他们的神威大队 有6架的轰队 6K 出来航行 它跟以前不一样的是 以前他们会刻意避开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这个上面所标示的是 中共解放军自己宣布的图 他这是刻意地穿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真假 不知道 比较重要的在这一块 他到了菲律宾海 做远海长航这个训练 离关岛 以他们公布的那个位置 离关岛最近距离是1500公里 1500公里 1000公里这个范围呢 已经接近他们常见10 常见20的射程了 也就是说 他出了第一岛链 从这边要去威胁美国 在关岛的海空军基地 是具备能力了 那在一般的军事上 空军在这边熟悉战场之后 就是我刚刚讲的 海军就会跟着来 他们现在补给训练呢 就可以拉长 确定他们可以在这个海域 做操演 这个时候就代表 中国的解放军海军 正式走入第一岛链 昨天这关键性的画面 因为你知道我们看到苏贞昌 因为记者问他 我们记者问他说 这个院长 你现在民调最高 是不是会披挂来参选 苏贞昌怎么回答 他说 遵照党中央的决定 然后阿布拉呢 七次讲 不治不求 尊重党中央的决定 显然两个人都有意愿 阿布拉还说 我最近还完成的 单车环岛 这早回 你体力这么好 要做什么 就是要替社会 做一点事情嘛 来 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态势 这样就像主持人 你刚刚所说的 那因为民进党在新北 等于有后备主力 这后备主力是具备战斗能力的 不论是游锡君或者苏贞昌 尤其苏贞昌在多次的民调里面 在新北显示 其实是赢过国民党的候选人的 不论是周锡伟还是侯友宜 所以他们既然有这种把握 说有强棒作为后备 他们当然就会给侯友宜 一段冲刺的时间 认为侯友宜 中生代如果能够扛枪上阵 自己来打赢这场仗 当然这两位后备人 就不见得会上场 因为究竟这个有世代交替的 这个问题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新北其实问题是非常单纯 我的意思是到5月初的时候 如果胡秉锐的民调 可以有25%以上的 这样子的状况 我相信吴本人 还是有被征召的可能性 好 我们持续锁定 希望现在政坛之间 不要变成一个流行文化 就是反正也不要同台 也不要说明 也不要解释 真的吗 可以这样子吗 来 非常谢谢我们再会